大家好我是三家的乃綠 然後現在是越南時間的十點半 因為我們要拍片頭 所以現在在吳志明的機場 手心貼手心 哈囉 然後我們現在在飯店 然後離開機場之後 我們就回到飯店休息 休息到晚上 越南時間晚上六點差不多 然後剛剛去慈海底撈 明天早上五點 早上五點要那個到樓下 可能三點多四點就要起來了 今天是拍攝的第二天 現在是早上九點 四點半就起床了 預計要拍到九點 晚上九點了 拍攝的地方還沒冷氣 要死 你要過世界級抬大度看看現場 只有割一割喔 哈哈哈哈 我覺得雖然是拍了兩天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專業度是有的 選手呢應該是昨天那個馬瑞士吧 他昨天拿那個怪怪的東西 一直想餵我吃 我直接果斷拒絕他 因為我怕吃完會拉肚子 粉絲又來飯店送東西 雖然不知道他怎麼知道了 但也謝謝他的心意 在飯店等那麼久 然後我跟那個印尼的打野這種 擺個石蛙的題 我們在拍那個XX的時候 我對他塗了個舌頭 然後他就一直笑 那個那一場就拍了比較久 算是認識新朋友 想要 我都吃泡麵了其實 沒有吃到什麼當地的食 出了海底拉 海底拉很水 他們印象深刻的是 他們休息時間會分 會給那個水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水 聽他們說是什麼茶水 我覺得很好喝 目標就先進淘汰賽了 之後就順其自然 希望這次可以拿個冠軍 亞軍也行 能進步就進步 不要再第三名 目標肯定是先進八強 然後再來就是 一直順其自然 我們老闆是說 他會請啦啦隊來幫我們加油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老闆我們會盡力拿到冠軍 得我的啦啦隊 我們會再次從這邊 到處走 到處之中 那麼多 就覺得更多 你先進步 都現在 一終點 到處 一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